他到20248的家裡 兩個人沒有直接碰到面 他是跟他家的外傭碰面 那所以248確診的時候 他是間接接觸者沒有被匡列 但是後來外傭確診了 這個20913還是沒有被匡列 新北衛生局給的答案是說 因為外傭忘記了 腦筋一片空白沒有講出來 那我想請問這樣是算 誰的 算外傭的還是算衛生局的 謝謝 事實上在有關這個案例 我們也有跟 衛生局這邊去做查詢 那 因為這個個案事實上20913 他並沒有接觸到20248 他是跟他的外傭這邊 接觸 那 那20913事實上他是在 2月20號 到2月22號就已經去 這個 就已經去旅遊了 那2月19號碰面 就是繼續到他這個家裡面 那2月20號到22號 就是到旅遊 所以他們的案子事實上 剛剛好去接觸到 然後第二天就 就出去外面玩 那一直到20248是在 2月24號確診 那 也是說20248確診的時候 那20913就已經旅行回來 所以有關到底 這個20913 即使記起來 他事實上也對這個整個 其實上都已經接觸了 那再來就是 不管是這個 20913跟 跟這個 外傭這邊 他們的 事實上他們都沒有記得 這一個 有這樣的一個喘息服務的一個事情 所以這個事情也是衛生局這邊他們有去 請他們提供這個工作日記 最後才追 出來的 所以這個部分 當然還是要再請衛生局 針對這兩位去調查到底有沒有違反 我們的傳染病防治法